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天是4月29号星期三 欢迎收看美国观察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说 中国原本可以在新冠疫情爆发的初期将其阻止 他表示正在对中国如何处理新冠疫情进行严肃的调查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义的报道 美国时间4月28号星期二 美国境内感染了新型冠状病毒的确诊人数 突破了100万人 而死亡人数也突破了57000人 当中以纽约州的确诊人数最多 约有30万人确诊新冠病毒 根据纽约州长库摩的说法 纽约州的感染的源头可能来自欧洲 之后在纽约散布开来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玫瑰园举办的疫情简报会上 对于中国没有在疫情爆发的时候 就及时来阻止疫情的爆发而表示了不满 我们看一下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而此时已经有一些州重启了经济的活动 即使他们还没有达到白宫所规定的重启经济活动三阶段的最低标准 乔治亚州在上个星期五已经重启了部分的经济活动 包括理法店、保龄球馆等等 截至星期一为止 乔治亚州的确诊人数是24000多人 死亡人数将近1000人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在白宫会见了与检测相关的美国企业高管 包括提供检测要件的实验室 提供检测需要棉花棒的公司等等 这些企业的高管表示 检测能力在过去的几个月大幅增加 并且也会持续的努力 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内阁市当中说 目前在25个州当中已经设置了73个检测站 并且也正在增加检测站的数量 白宫在星期一更发出声明说 韩国是媒体所谓的防疫黄金标准 但是美国如今在平均的人口检测上面 已经超越了韩国 特朗普总统星期一傍晚在白宫的美国人警报员当中 则是说他推出指导的方针来协助各州的政府 还有地方政府以及印第安的部落政府进行检测 他同时对于美国进行的防疫措施表示有信心 而且还说现在很多国家都打电话来询问 美国是怎么办到的 我们看看特朗普总统在白宫的美国人当中是怎么说的 今天我们正在推出更新的指导 在试试上提醒国家 在他们发展的计划 为了承试和很安全的开启 我们的蜜蜜描述是指导 国家应该把他们的全能力 并展示数量的试试方式 设计系统 根据白宫公布的这个指导方针的蓝图呢 联邦政府将会提供大约每周人口百分之二的这个检测的试剂 给各州的政府来做检测 白宫官员表示呢最终各州还是要自己去取得他们自己所需要的检测试剂 对此呢华盛顿州的参议员派蒂莫菲则是批评这个指导方针还是很模糊 这个莫菲参议员说呢这个文件没有提供新的东西也没有达成新的成就 没有提供具体的数据没有时间表没有提供如何修复破碎物资供应链的方法或是提供如何扩展实验室检测能力或是启动非常需要的制造能力 甚至呢试图减少联邦政府的责任而把责任都推给州政府 那特朗普之前呢也已经把任命白宫的贸易顾问纳瓦罗来负责防疫物资的协调 纳瓦罗在星期一的表示对病毒以及抗体来进行更多的测试 那对于美国人是否能够重返工作岗位至关重要 但是他接着却说不能够使用中国错误的假冒的检测 还说呢现在有很多产自于中国的抗体检测的质量低劣 也出现读数错误等等的问题 所以呢看起来目前白宫虽然一方面要提高这个检测的试剂的数量 但是呢各州还是要自己想办法来达到自己的需求 同时呢白宫方面的白宫官员则是认为中国所提供的试剂不能够信任 以上是美国之音白宫记者黄耀毅发自白宫前的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说他清楚掌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的状况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则表示朝鲜问题没有变 美国对平壤的政策与目标也没有变 下面请看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采访报道 尽管韩国政府官员明确表示金正恩活得好好的 并未发现朝鲜有任何异常 但这些都不能阻止外界有关金正恩健康状况的传闻 这是由于朝鲜领导人一段时间没有公开露面参加重要活动 而平长也没有对有关金正恩的耸人听闻传言做出回应 美国表示掌握了金正恩的状况 跟 Kim Jong-un I can't tell you exactly yes I do have a very good idea but I can't talk about it now I just wish him well I've had a very good relationship with Kim Jong-un if I weren't president you'd be in war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ar with Korea you would have been in war with North Korea if I wasn't president that I can tell you he expected that that I can tell you I hope he's fine I do know how he's doing relatively speaking we will see you'll probably be hearing in the not too distant future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最近接受福克斯新闻采访的时候说 美国在朝鲜半岛所面临的挑战 以及美国的政策目标都没有改变 不管谁是朝鲜的领导人 美国都希望平壤停止发展核项目 脱离被国际孤立的状况 有关金正恩病危的消息传出之后 他的妹妹金宇正引起人们高度关注 一些分析家认为 金宇正是可能的接地人选 华盛顿智库传统基金会高级研究员克林娜告诉美国之音 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近年来已经获得重视赢得权威 另一个可能的继任者是金正恩的叔叔金平志 他和金宇正一样拥有可以追溯到朝鲜创始人金日成的白头山血统 以上是美国之音常驻国务院记者张荣湘的采访报道 白宫的新闻简报室和以网友所不同 由于保持社交距离的要求 49个座位中只有14个座位可以被同时使用 来看美国之音白宫新闻主任赫尔曼的报道 我的 VOA colleagues and I are usually only in the White House briefing room asking questions of the president and the members of the coronavirus task force when our turn comes up in the rotation some networks have dropped out of the rotation known as the pool due to fear of infection so VOA volunteers as often as possible even though that means sitting close enough to several other reporters and the wandering photographers less than the recommended two meters distance so far three journalists who have spent time in the briefing room have reported coronavirus-like symptoms on the days when I am not at the White House I cover the briefings from this newly configured studio here in my home halfway between the White House and George Washington's Mount Vernon here I can ponder that the first U.S. president had to contend with a smallpox epidemic yellow fever was a worry in Washington until the end of the 19th century the Spanish flu a century ago claimed the lives of 3,000 Washingtonians now we wait to see if COVID-19 will trump that toll Steve Herman, VOA News Alexander, Virginia Alexander, Virginia 在新冠病毒危机期间 特朗普每天都在白宫进行简报 从而占据新闻主导地位 批评人士说他这种做法更接近自我造势 而不是提供有用的信息 这种手法似乎并不受欢迎 最近几个星期总统的支持率一直在下降 因为他将测试的责任下放到各州 就核实重新开放经济给出了自相矛盾的建议 并推广未经测试并可能是危险的治疗方式 例如瘧疾药物抢绿魁 医务人员星期四警告说 总统有关通过注射消毒剂 可能能够杀死病毒的建议是很危险的 当一些美国人抗议封锁措施导致商业停摆时 特朗普在推特上表达了一些鼓励 而几天之后 他又批评乔治亚洲州长过早放宽了封锁的限制 总统还发布了为期60天的移民禁令 并把新冠病毒在美国的传播 归咎于最初爆发疫情的中国提供的不实信息 与此同时 尽管民主党内定总统候选人拜登的竞选新闻 减少公共活动取消 但其支持率却有所提高 这可能是他的计划 分析人士说 拜登在政府中多年的行政历练 以及在前总统奥巴马执政期间 在处理埃波拉疫情方面的经验 都提高了他的地位 如果疫情消退并且经济开始复苏 特朗普的政治命运可能会在大选前出现转机 但预计中秋季的第二波感染和关闭浪潮 如果来临 就会提振拜登的前景 美国之音记者帕登 华盛顿报道 联合国粮食事务的主管警告说 全世界对抗新型冠状病毒大流行的同时 也处在一场大饥荒的边缘 武装冲突和贫穷问题 已经迫使世界各地数以百万计的人 每晚饿着肚子上床睡觉 像基督教团体 世界救济之类的人道主义组织 也敲响了警钟 世界救济组织表示 焦点可能从新冠病毒及卫生相关的问题 转移到饥荒问题 世界救济组织呼吁美国和其他国家采取果断行动 这些专家说 如果世界不采取行动 那么随着来自海外的汇款和旅游收入的枯竭 可能有30多个国家会面临饥荒 美国是insight内报道 富布莱特项目资助毕业生和一些教授 在海外教授英语或者从事研究 这个享有剩余的项目由于新型冠状病毒而叫停 参与的学者可以选择返回美国 也可以留在外国 富布莱特项目是美国国务院协调的一项 扩付盛名的国际项目 一些参与者才刚完成几星期的工作 这被告知项目因为新冠病毒大流行病而即将结束 但有些人由于不幸的个人情况可以留在国外 然而国务院在三月份取消了这个项目 对大多数参与者来说 提早结束了大约八个月 有些富布莱特学者不得不急匆匆地赶得及回家 有些人还巴不得自己能更早离开 我跟国务院的预讯 因为我觉得他们太久了 特别是在福利特项目 我们必须到英国回家 教育和文化事务局发言人给美国之音的一个电子邮件说 从2月28日起 该局一再敦促并提供协助给美国的富布莱特参与者从海外回国 但许多富布莱特学者说 三月初以前他们并没有收到要他们考虑离开的信息 他们还说后来几星期充满了极具变化的指示和恐慌 参与项目者现在被视为校友 而且将获得富布莱特的头衔 以及到六月底的津贴 但富布莱特学者表示 除了找新家和辅助收入外 他们最失望的是无法完成项目 但其他的富布莱特学者说 他们并不责怪组织者和国务院 无论他们要在美国找工作 还是留在他们寄居的国家 富布莱特学者都不得不改变 他们在今年底以前的事业计划 美国之音萨拉伊华盛顿报道 新冠疫情迫使大家居家隔离 在世界各地的社区 接访邻居们正在做一些有意思的事情 来看报道 一个多月以来 加利福尼亚州的居民被要求留在家里 只有很少数在当地的外出之行是允许的 许多邻居发挥创意和热情互相交流 在奥克兰的这个住宅区 有一双像布兰登莫里蒂和他的女儿艾罗伊斯 一样锐利的眼睛才能发现着毛茸茸的面孔 所谓的太敌熊狩猎活动 在许多其他城市也像雨后春笋般出现 给人找乐子 也安抚那些现在可能觉得 这个世界有点恐怖的人 许多城市现在每天晚上举行 向医护人员致敬的活动 伯尼伯恩斯坦把这个活动带到自己的街区 致敬活动的消息传到了住在街区的一个医护人员的耳中 这是许多社区当中的一个 他牢固的纽带似乎肯定会比大流行病坚持得更久 美国之音记者迪布尔 加利福尼亚州奥克兰报道 在新冠疫情的冲击之下 许多父母在家工作的同时 还要辅导孩子们的课业 幸亏家里的老人们伸出了援手 来看报道 电视编辑杰森·史密斯有两个女儿 一个八岁 一个四岁 像许多父母一样 她一直在家工作 并试图在疫情期间教育孩子 大卫·史密斯是杰森的父亲 一名退休教授 她想帮儿子的忙 这就是租父母学校的开始 利用视频教学 第一天是历史课 她用了一张地图幻灯片 还有她建立的这个模型 美国独立战争开始时的这场战斗 显示在康科德·劳北桥 英国人和马萨诸塞州殖民者之间的战斗 她尽量用有趣而且跟孙女们有关的方式来解释 史密斯正在准备下一个 20分钟关于和船的课程 使用她在疫情期间制作的模型为教学工具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 洛杉矶报道 T95是美国官方公布的一种口罩规格 符合这种规格的口罩 能过滤空气中95%以上的微尘 细菌还有病毒 这种口罩所使用的关键材料便是熔喷静电布 这项技术的发明者是美国田纳西大学材料科学退休教授 来自台湾的蔡炳毅 熔喷后的五纺布以超细纤维捕捉空气中的微尘 再以静电将这些微粒吸附在布料上 她在接受我的skype采访时做了进一步的说明 像这个是N95口罩 这个是外科医疗口罩 那么它你下开它有三层 中间这层也是熔喷静电布 熔喷加静电使得一层N95口罩 拥有19层棉纱口罩的防护力 因为加静电了以后 它的过滤效果提高了10倍 如果没有加静电 那你必须要用10层 等于熔喷加静电一层的效果 这项技术在1992年问世 起初用来提高空气过滤网效能 1995年开始应用在N95口罩上 美国卫生研究院正式以干热方式 设施70度加热口罩60分钟 可消灭新冠病毒 蔡秉义提醒 不要让口罩直接接触底盘金属 避免电荷因高温衰退 也不要使用酒精 漂白水或肥皂消毒 以免洗去电荷 自制口罩尽量选择不吸水的材料 防止飞沫穿透口罩 也可将输水性材料 例如汽车去油污纸巾 放入手帕等吸水性材料里层 作为过滤层使用 继SARS之后 N95口罩再次于新冠疫情期间 守护民众和医护人员的安全 不过蔡秉义坚称 这只是一项频繁的发明 实际上 蔡秉义拥有全球12项专利 超过20种商品授权 她在堪萨斯大学 攻读博士期间 修币横跨理工科系的500个学分 相当5个博士学位 荣喷家境店部 正是她结合不同领域所学的成果 身为N95口罩核心技术发明者 蔡秉义家里总是有很多N95口罩 就连疫情期间 她也持续收到大量来自厂商 表达关心的口罩 她将这些口罩 全部送给各地的医护人员 去年从田纳西大学融退的蔡秉义退而不休 疫情期间 她协助工业界将现有设备改造为生产N95材料的机台 研究将口罩灭菌 但又不损电荷的方法 此外 她还为各界在口罩问题上答疑解惑 记者许湘云和钟瑞哲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在新冠病毒爆发期间 美国各地许多学校都关闭了 有一些学校开设在线的课程 让孩子继续学习 美国之音的记者访问了马里兰州的一个家庭 看他们如何适应新的日常作息 初中二年级学生卡特丽娜第一次开始上数学网课 她对自己的新作息表并不在意 但是对卡特丽娜的妹妹就读三年级的伊娃来说 在线学习并不理想 他们的母亲阿丽娜是马里兰州的老师 她说过度并不困难 不过挑战更多的是技术性的 在美国东部的马里兰州 许多学校系统至少花几个星期时间 为学生和老师创设一个在线平台 才能继续教育成 当卡特丽娜和伊娃还在适应在线学习时 他们向所有困在家里的学生发出了一个信息 瑞安门课老师说 马里兰州的学校系统不仅为学生提供餐点 而且还紧利做到让他们都有手提电脑和WiFi热点可用 这样他们才可以在停课期间跟上学习进度 美国之音记者伊斯拉姆 马里兰州报道 好的 以上就是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